针对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时爆料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系美国政府策划一事 美国主流媒体纷纷沉默不做深入调查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3号公布了对赫时采访的部分内容 赫时表示美俄之间在能源问题上的争斗由来已久 美国情报人员早在俄欧冲突爆发前就策划炸毁北溪 此举是为了欧洲尤其是德国能够继续支持制裁俄罗斯 支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这一采访的完整节目将于25号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专题栏目中播发 赫时在采访中表示美国情报人员早在2021年底 也就是俄乌冲突尚未爆发的时候就开始策划这件事情 当时美国总统拜登和副国务卿纽兰曾公开表示过 要阻止和结束北溪二管道 这还一度招来情报人员的抱怨 认为这本该是秘密进行的行动 他说美国一直对俄罗斯的能源优势心存敌意 美俄之间在能源问题上的争斗由来已久 赫时还表示据他自己从书记管道公司相关人员那里得到的信息 没有人认为此事是俄罗斯做的 赫时还表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德国乃至欧洲在冬季来临时 重新使用北溪天然气管道 并确保德国不会改变对俄实施制裁 以及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计划